三哥 你应该还不好了 小五怎么发生什么事了 三哥 抽屉里的小蛋糕吃完了 没有了 小五 你吓死我了 我还以为出什么大事了呢 可是没有了 我就是想现在吃小蛋糕 我这有十块钱 拿去买两个吧 记得砍价呀 啊 怎么砍 二龙妈妈说 无论老板要多少钱 都对半砍就对了 我知道了 小欧 我要买草莓味的小蛋糕 十块钱一个 五块 八块 四块 算了算了 看在三哥的面子上 就五块钱卖给你了 两块五 小五 你这样砍价太狠了吧 那样我可亏本了 还不如送你一个呢 那就送两个 小五 刚才我说错了 今天的小蛋糕 二十块钱一个哟 十块十块 卖不卖 好吧好吧 卖给你了 小五 你买的小蛋糕呢 我路上就吃完了 十块钱就够买一个 你没砍价吗 砍了呀 小二说 小蛋糕二十块钱一个 我砍到十块钱 小奥立马 卖给我了 我厉害吧 我真是个砍价小能手 小五 你真傻 小蛋糕本来就是十块钱一个呀 我咤啊 我 maple